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这期话题们说的是达成命运共同体共识 中越关系全面升级 12月上旬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越南 达成了丰厚的外交成果 也因此而引发了全球的热议和关注 中越两国之间多年来是有矛盾的 有时候矛盾还比较激烈 但是现在两国关系迅速地升温 这样的关系发展有基础 有可持续性吗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相当多的中国人对越南南部邻国的内政的变化 并不是很有兴趣 但一个国家的内政显然最终会影响外交 越南也不例外 根据有关部门的跟踪研究 长期以来越南是存在着南方和北方之间的矛盾的 越南的统一实际上是北方军队 和南方游击队共同完成的 双方所发挥的作用也比较均衡 在独立以后的执政架构里面 是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派别的事实 南方派更倾向于导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因此在南方派掌权的时候 中越关系就会出问题 你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出生于南方派的李笋 担任越南最高领导人期间 中越关系的急剧恶化 导致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口长达十年的两山轮战 越南因为这样的错误决策 失去了经济起飞最保护的时间段 当北方派掌权的时候 对华关系就相对理智一些 比如说阮富仲就是北方派的代表 最近几年北方派在越南政局当中占据了主流 2023年的8月 越南野战军以防疫的名义进驻了胡志明市 越南军队分为地方兵团和野战兵团两种体制 野战兵团主要掌握在北方派的手里 而地方兵团与各地方的政治势力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野战兵团进驻胡志明市 差不多就是剥夺了南方派在政坛上的发言权 经历了这样一番举措之后 阮富仲对华政策在得以稳定的实施 因此对中越关系的后续发展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在这次中越会谈里面 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铁楼工程 越南一直想修建一条高速铁路贯穿南北 把首都河内与南部的胡志明市联系起来 这对于发展越南经济 巩固越南的稳定都是有战略意义的 这条铁路长度有1570公里 比京户高铁还要稍微长一点 在越南是个大工程 需要越共中央做出决策 越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修建这条铁路有困难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工程分成几段 采用统一的工程标准 由不同国家的承包商来分包建造 这样的话尽能保证一定的竞争 又不会受制于人 当然这只是越南的想法 如今具备高铁建设伦地的国家和企业 是趋之扩手的 中国领导人这次和阮副仲所谈的并不是贯穿南北的铁路 而是从中国境内先修一条 从昆明到越南北部的重要城市海房市的高铁线 实现越南北方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的一体化 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同时起一个示范效应 如果越南北方经济发展有成绩了 那对越共中央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可以说服南方各省跟着中国一起发展才有前景 当然中叶之间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没有解决 最突出的就是南海问题 越南目前在南沙占据了29个岛礁岸滩和沙洲 并且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还在不断扩大人造岛礁的面积 南海问题目前是淹没在中叶两国关系改善大局之下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南海的几个小岛毕竟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 如果两国关系交好 那各执正义共同开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中国领导人在访越期间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中越命运共同体 这并不是简单的希望越南和中国开展经济贸易合作 也是希望越南能够和中国修区与共 共同繁荣 中国繁荣富强 越南就有快速发展的机会 如果中国陷入了困境 越南也难以置身事外 意外的霸强国家一定会介入离间中越关系 只有篱笆扎紧了 野狗才攒不进来 中越两国结成命运共同体 就能够抵御任何外部的威胁与挑战 南海就会风平浪静 因为美国紧靠菲律宾是翻不起大浪的 好 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